中国人对红色有一种千世万里的关系 它红色是中国的图腾色 尤其是中国南部的吉祥色 就是中国 中国人对这种红色的解读里面 它的内部是比较有多重意义的 比方它可以理解成很政治的 很阳光的 很吉祥的 很谢心的 我觉得一个艺术品 能够给观者提供各种解读的可能性 其实就是一种烽火 但是我当时用红色的这个因素是 我最主要的因素是考虑到说 红色跟一种 跟一种很阳光 很向上的生命状态 有一定的关系 红色在老百姓里面 就是代表了一种很政治的 很向上的 很就是一种很复杂的这样的一种内部含义 我觉得红色是一个比较暧昧的色彩 也正为这种暧昧可以给观众提出各种各样的一个解读的通道 你怎么样去解读都可以 其实最早的一个初衷是我记得说 其实也是一个偶然性的东西激发我这个创作的冲动 这些小绿色的男人是非常非常优秀的 这些人的表现 很自然的表现 如果他们可以说 他们会说 他们会说 这故事的情感情情与生活 在1999 在他的43年生日中,他不仅仅看到中国变化更加强烈, 他也曾经经历了很严重的严重人的欲望和欲望。 后来我去找了医生 医生说他说神经衰落 也可以叫病 也可以说不是病 他说你就放松 你休闲一段时间可能就会好 那当时我就觉得说 我来到厦门这样的一个 现代化的一个海港城市 就充满一个物质的这种 追逐的这样的一个 大家都忙忙碌碌忙碌碌 整天都是为了创造财富挣钱 这样一个高度杰作的 很紧张的城市里面 当时我已经生活了十几年了 我后来觉得说 我每天在追逐生活 但是生活不知道在哪里 最后弄出自己的一个 整天说身体也不好 后来医生说叫我建立我修养 后来我跑到安西 我的出生地 安西县的一个金谷村 就我的出生的这个村庄修养 我一回去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有一整块时间 可以再体会一下我童年的生活 然后我们村里面 像我姐的孩子 我哥的孩子 我们邻居一大群 就是穿着一个小裤衩 然后黑就是瘦骨菱形的 然后满脸笑容 他那种生命就是没有角色过了 没有很 所有的肢体语言都不交情 很本色 我觉得那种东西 扑面而然对我产生极大的冲动 就觉得说好像似乎说人的一生 从小到大一直在追逐生活 但是生活其实就在身边 生活就以前就曾经拥有过 所以我带于一种回顾性的 对童年的一种回忆和见恋之情 所以我重新启动做这套作品 我就画画 那些小人 我当时就在我们的那个小学里面 很多人都说我就是神童 就是天生的就喜欢整这个 我当时读书读的并不好 我喜欢淘血 这样子 然后整天就是砸到那个泥堆里面 就喜欢做点人 然后画画也画了很多 我记得当时没有什么样的什么 还有现在像我女儿那么 有很好的一个画画的工具 我就跑到我们家里面去 有那个木炭 黑色的那个炭 然后我们整个村里面 是很稀少的 有几遍白色的墙 就是石灰墙 我看到墙就往墙里面给它找 整个他就来告我父母亲 说你儿子把我们整个墙搞脏了 脏了之后 我母亲就给我打打屁股 或者就是教训教训我一顿 第二天就忘了 觉得有看到的可以画画的地方 就在里面画一些小动物 放日本鬼子侵略中国 然后被炸弹炸了 炸到尸体满前飞扬 当时的这种状态是非常直服的 就是非常的 就是非常惬意 就是每一个这样的话出来 就是生命一个最极大的一个安慰 就是能够获得极大的快乐 就是在整个灰色的童年里面 注入一领阳光 我觉得就是自己能够找一些玩技 做一些玩技这样玩 我觉得这个是童年记忆里面 一个最美好的机遇 怎么可能也要与你 我就跟这个玩具 我真的被人童不屁吗